我查看了监控录像 那个时间段 经过楼道口的 除了少爷和少爷的秘书 陆安安之外 只有一个人 谁呀 南宫琉璃 南宫琉璃 您可能忘了 她是老夫人给少爷指定的 妻子的人选之一 那天就是她 和少夫人一起来面见少爷 最后 少爷选择了少夫人 怎么说 这个女人 有很大的嫌疑了 是 因为少夫人在公司 没有丑务价 其他的人没有动机 只有这个南宫琉璃 南宫琉璃 胆子也真够大的 居然感动我们顾家的人 顾老夫人 您怎么来了 请进 您先坐 我去给您倒杯咖啡 行了 不麻烦了 我们今天来啊 就是想跟你说清楚一件事的 什么事啊 什么事 南宫琉璃 你装什么糊涂啊 你心里最清楚 当初西城 在你们两个地方 他选择了锦西做妻子 你输给了锦西 结果你就想方设法地 进入了神龙集团 还当上了西城身边的助理 你是个什么样的心理 我就不说了 可是你却对我们顾家的媳妇 做出那样的事情来 你什么意思啊 你是想诚心把她给害死啊 我没有 老夫人 我承认 我是喜欢西城 可是我并没有对贺锦西做什么 这里面肯定有误会 误会 你以为 你做出的那些 神不知鬼不觉的事情 没有人知道啊 以为我们顾家 拿不出证据了是吧 南宫琉璃 我已经跟奶奶说过了 以前的事就过去了 我没什么事也不想去追究 只是你能不能答应我 不要再纠缠哭泣上了 毕竟我们两个人 已经结婚了 你这么做是在破坏 我们俩的感情 肯定是贺锦西 误会了我跟南宫琉璃之间的关系 所以找人家麻烦去了 吃醋了 你说这女人 怎么这么会吃醋啊 吃醋是好事啊 说明是你在乎你 爱你 不能没有你 想要你 行了 不跟你说了 我听说我奶奶都去了 我得赶紧赶过去 完事再聊啊 拜拜 老夫人 贺小姐 我知道是我的错 可是我真的喜欢西城 我求求你们 不要让我离开她 胡闹 上风败松 奶奶 奶奶你别生气啊 我们俩来之前说好了对不对 顾老夫人 上次选拔就是个笑话 西城根本不了解我们 我希望你能够 再给我一次机会 再给你一次机会 奶奶 南宫琉璃 你何必执迷不悟呢 只要答应我 你离开神龙集团 以后不再纠缠顾西城 之前所有的事 我都愿意既往不救 顾老夫人 我 顾老夫人 我求求你 不要让我离开西城 是我错了 我知道是我错了 可是我真的喜欢她 我求求你了顾老夫人 你是个什么东西啊 你一喜欢西城 西城就一定会喜欢你啊 我告诉你 这次要不是 锦西给你求情啊 你去个什么样的下场 你心里最清楚 顾老夫人 我求求你了 只要您给我一次机会 我一定证明我自己比她强 南宫琉璃 你人长得这么漂亮 又有能力 干嘛非要缠着顾西城不放呢 你这么做不会有好结果的 顾小姐 我知道我错了 是我不好 对不起 请你不要让我离开西城 我求求你了是我的错 南宫琉璃 你不要这样好不好 你不要这样 我求求你了 对不起 你干什么呀 你放开我 放开我 你放开我 你太过分了 住手 贺景夕 你在干什么 西城 你怎么来了 奶奶 这里没有误会 您就别在这儿添乱了 我添什么乱呢 实话告诉你们吧 这件事是我故意的 跟南宫没有关系 你们都误会他了 还有你 你怎么能动手打人呢 这跟泼妇有什么区别 顾西城 你怎么不分青红皂白 就骂人呢 我不分青红皂白 我只看到你在这儿欺负人 太让我失望了 走 顾西城 你根本都不知道 发生了什么 奶奶 好了好了 这事啊 肯定使他误会了 走吧 咱们先回去 回家跟他解释清楚 走走走 别气别气 咱们顺着走 好 南宫 今天晚上你就在这儿休息 有什么事明天再说 谢谢顾总 对了 公司那个清洁工的身份 你应该知道了吧 她是我的妻子贺锦西 她今天来找你 可能是有些误会 不过你放心 回去我会跟她解释清楚 顾总 今天要不要留下来 顾总 我喜欢你 我爱你 我想跟你在一起 南宫 南宫你冷静点 我对你没意思 我不信 你要对我没意思 为什么提拔我为你的特助 你要真对我没意思 为什么你对别人都不孝 却对我这么亲切 我知道了 是我错了 我让你误会了 不过我确实对你没意思 我提拔你 那是因为你敢说敢做 我对你亲切 也只是上下级的关系 没其他的意思 西成 是不是我哪做都不好 要是我哪做都不好 你告诉我我可以改 只要能跟你在一起 你让我做什么都行 南宫 南宫 你做得很好 可是我已经结婚了 我们之间是不可能的 我知道你结婚了 可是你们俩并没有感情了 要不然 你也不会让她去当清洁工 西成 西成我是真的喜欢你 只要能跟你在一起 我做什么都行 我是真的爱你 我对你的感情是真的 我什么都不想要 我只想跟你在一起 好了 南宫你放手 南宫流离 你冷静点 她是我妻子 我们之间有没有感情 是我们的事 跟你没关系 请自重 顾西成 看不出来 你还真把婚姻当回事 我就不信 拆不散你和贺锦西那个贱人 我要贺锦西 迎订阅